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27日,2021-22赛季,NBA常威赛,激战震撼。 截止到今天为止,本赛季,NBA常威赛,已经进入尾声,各支球队,都在为了排名而战,关于各大奖项,以及最佳阵容的评选,呈现白热化。 其中,在MVP的争夺中,76人对中锋NB格,和决金对中锋约基奇,成为两大热门人选。 本赛季迄今为止,约基奇,厂军能够拿到26.2分13.5篮板,7.9助攻,1.4强断,NB得,厂军可以砍下,29.8分11.3篮板,4.3助攻,1.1强断,1.5盖帽。 在最新的官方MVP榜中,NB得,排名第一位,约基奇,则排名第二位。 然而,由于两人同处于一个位置,这也使得最佳阵容的评选,陷入了难题。 按照以往的评选规则,两人很有可能,会有一人,将只能进入最佳阵容二队。 在今天早些时候,据丹佛邮报记者Mark Singer报道,他被告知,NB得和约基奇,都有资格,在最佳阵容评选中,同时获得前锋中锋列制投票。 这也意味着,这两名中锋球员,都有资格,进入最佳阵容一队,今年的最佳阵容,很可能出现两位中锋。 考虑到最佳阵容前场名额有三个,如果约基奇和NB得,同时入选的话,那么,前场名额,将仅剩一位,这个名额,很可能会处于雄鹿队的大前锋字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